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放军说印方开枪严重挑衅 印度人说解放军先开了枪 那中共军队先开了枪 那当然他说中共军队是冲天开枪 那这个印度开枪是不是冲人开枪 我不知道 中印之间的冲突一直是用拳头 一直用拳头 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过 我挺逗 这边界一群小伙子打群架 来争夺边界的一切 那今天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冲天开枪也好 冲哪开枪也好 他今天动了枪 动了枪了 说明中印边界 就是跨越红线式的这种恶化 开枪跟不开枪就等于是跨越红线 爆发冲突 印度军队在边界鸣枪开火警告解放军 首次开火 这是西部战区的司令部的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 7号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界 还是在班公湖南岸 叫神炮山地狱 在行动中 汉人对前往交涉的中国军队 明枪威胁 那边方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 稳定局面 在整个这次的冲突中 实际就是班公湖 在班公湖水域争夺的过程中 印度军人说 运动媒体说 当他们发现 中共军人在改变 在改变班公湖的 这个已经成型的定位 大概就是去搬动边界线 印度军队不干了 就冲上去 就打起来了 打了三个小时 印度人先下着围墙 把解放军给赶了 所以实际 在第一次冲突的时候 印度军人占了心 然后把解放军赶走之后 他们就占领了湖的南岸 往前推进了 推进的区域 本来是一种 应该叫什么 边界的无人区 就是大家 这种隔离带 大家都让出这么一块地方 你也不要有人 我也不要有人 就这种真空带 但是印度军队就 就占领了这个地方 这是几天前的故事 那今天如果他这么报道的话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那他讲 中共军方就叫非法 非法越过中印边界的地狱 所以 那中国军人 他当然不干了 他就往前凑近 那凑近 大家就 就 就 就干起来 给我的体会是这样 给我体会是这样 印度方面 严重违反中印边界的规定 提高了这个危险度 紧张度 造成误判 严重的军事挑衅 性质恶劣 必须停止 如何 立即撤回越线的人员 你看 约束一线部队 严查 名枪 挑衅的人 但印度斯坦时报说 中共军队称越军入 越线 并且发射警示弹 采取措施 但他却没有解释 是何种应对措施 上一次开火 是1975年 所以这是打响了 45年来的第一枪 我们就说了 他就是开枪了 关键的问题是他开枪了 而不是其他的 而在开枪之前 昨天我们媒体上讲 我跟大家分析过讲 有五个印度小孩丢了 对吧 其实被他们弄走了 那原因就是 另外的孩子 已经跑回来 来这个汇报了 说一共七个孩子 跑出来俩 被他们抓走五个 那在社交媒体上 这个大家在呼吁 呼吁的过程中 被印度军方指导 印度军方的高级将领 透过中印之间的军事热线 在寻找这五个孩子 那中方说 在中国这边找到人 大家听到 这个词很有趣的 在中国这边找到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五个孩子 越过了边界 不是我中国军队 裸走了他们 是他们 他们跨越了边界 对吧 他话是这么讲的 启动热线 内政部的次长 8号晚上说 解放军回复了 说找到了五个人 在讨论出什么样的方式 给他转交过来 这五个孩子 三号失踪 其中两个逃走了 跑回求救 指他们的同伴 在打猎时 被解放军弄走了 然后 这就刚才我讲的那段故事 解放军回复了热线 说找到了这五个人 但是他们本身 走到了中国的那一部分 我个人以为这就是 很像小孩之间的彼此冲突 有真有假 有真有假的意思 对吧 几个孩子打猎 那你说跨越边界 根本跨越边界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永远说不清楚 对吧 那解放军 说他们在中国这方 我找到了这几个人 没说我抓到这几个人 所以我在我眼睛里只是说 中印双方的冲突 在保持着这种炽热的状态 这其实是状态当中的一部分 那作为这种冲突当中的 一个补充的资料 这应该是前天的报道 中共国三次要求 见印度的国防部长 他这里讲述的意思 这是印度的媒体报道 他这里讲述的意思就是说 中共国惧怕 而印度不怕 从实际的行为的角度来讲 在印度封杀相关的 中共国的APP的背景之下 而这个iPhone手机的 八条生产线 八条生产线 已经从中国大陆转到印度去 那从中国撤出的 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这种外来企业 加工企业 全都转到印度 所以印度在整体的概念中 跟西方文明社会成为了一体 接洽了 从中国撤出太多的企业 所以从他的心理优势 从他的这种 怎么讲 在这个中共国跟整个全人类之间对垒的过程中 印度全方位占有上风 而他的地理位置呢 对中共的本身的影响 特别是有了西藏 本身独立的存在的那个位置上 就显得非常特别 频频跟印度军队发生冲突 印度的外长将跟王毅会面 现在还没有 双方爆发冲突首次 而中共国防部长呢 魏凤和 一直在寻求跟印度的国防部长见面 但没有回应 其实这个消息 因为是早了两天 我印象中 昨天 前天应该是 9月6号 印度的国防部长 应该跟魏凤和 在莫斯科有所见面 但没有任何结果 印度外 印度外交部讲说 10号 他们将去参加相关的会议 就是上海经合组织会议 在俄罗斯 在这个莫斯科举行 说但是呢 他会不会跟王毅见面 不确定 苏杰生 这是印度的外长 在印 3号 在印度智库的一个基金会上说 跟王毅会谈什么 我们彼此认识很长时间 大家都会有一个合理的猜测 但至于说中印边界的问题的时候 他说 双户之间最容易的时候 达成和解是当务之敌 不仅仅是双方的需要 而魏凤和到莫斯科出席 这个京和国防部长会议 要跟这个印度的国防部长有所见面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 为什么他们在莫斯科见面 他们是借着公共会议 而并不是特别专程会面 如果不是特别专程会面的话 其实他们在坚持着自己立场的成分 就会更高 这就是我们看到中印之间冲突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他会持续的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会持续的 印度绝不会退步的 这是肯定的 至于中方将作何表达呢 那你就得看 习近平做出什么梦 他做成什么梦 就算什么事 其他的很难说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